大家好 我是张文彩 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非常重视铜锣湾书店事件 会以书面向中央反映港人关注和顾虑 也会检讨内地和香港的通报记制 梁振英结束休假今早返港 联同保安局局长黎洞国就铜锣湾书店事件在特首办见记者 梁振英说他与特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 今早召开了跨部门会议 决定今日以书面向中央反映港人的关注和顾虑 并会检讨港人在内地被捕后两地的通报机制 务求可以改善通报的时间和安排的透明度 使得特区政府尽快了解有关香港人的下落 和知会他的家属和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和保障他在法律下应有的权利 同时提供可行的协助 他说如果有需要会派官员到内地跟进事件 对于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表示被内地扣押 梁振英说警方已立案调查 并向内地相关部门查询 要求协助并已主动联络林荣基 警方正在等候他的答复 都要根据香港的法律 法律容许的 那我们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做 法律不容许的我们不会做 梁振英又重申 一直严格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基本法 处理香港特区的事务 一国两制运作良好 特区政府不会接受 任何内地或者外国执法机关 在香港境内执法 无线电视记者张家后报道 行政长官梁振英说 如果有需要会派官员到内地 跟进铜锣湾书店事件 协助林荣基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 要求梁振英亲自到北京跟进 这件事提出香港人的质疑 提出香港人的诉求 有关于那个通报机制 不是改善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履行的问题 有没有受到尊重的问题 通报机制讲得很清楚 当有香港居民 是在内地受到强制的刑事措施的时候 内地的机关 是要尽早通知香港这边 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发表言论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社评指 林荣基还在保释期间 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有可能涉嫌进一步违法 又質疑铜锣湾书店 向内地寄授拔卦书是否合法 尝试都能够回答内地警方 可不可以在深圳拘捕做这种事的人 社评又批评林荣基 用牺牲香港社会的稳定 为自己的私利埋单 其人的诚实和讲述的真实性 值得怀疑 促请香港激进反对派 不要误导广大市民 煽动对立 也要尊重内地 拒绝香港一些力量 搞政治和意识形态沈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